炮弹落下 株林起火冒烟 躲在里面的俄军急忙逃命 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前线 看见反攻一丝希望 乌克兰在罗伯纪念附近夺回领土 这条战线的目标 是一路打到梅利多波尔和博德杨斯克 五军参与部说 反攻开始后 这边已经打了33场硬仗 不等解放南部国土 乌克兰再度针对克里米亚 浓浓白烟远方都看得清清楚楚 克治大桥不到一年内 又被炸了第三次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说 攻击没有得逞 而几小时前 黑夜爆炸火光 俄罗斯说在克里米亚拦截了大约20架无人机 一下飞弹一下无人机 乌克兰发动连环攻势 同时政治结盟也有动作 包括G7在内 至少14国承诺 共同防范未来俄罗斯任何入侵行动 TVBS新闻众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